这没啥呀 脾气也不怎么好 脾气不好 挺好的看着 你看着他脾气好 多温柔 实际上有时候发起脾气了 就莫名其妙 有一次孩子五岁的时候 孩子五岁的时候 照了一个 您真能记 五岁的时候 至少的21年前的事 至少 对 对 不是印象深吗 我受的打击比较大 我就记住了 发生了什么 就是把门给插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这儿的一个原因 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两个是经常是 为一件小事 吵了天翻地覆 他跟我吵的时候 就是说 把你很多以前的事 反反复复 都扯出来了 大姐 你们最近一次 吵为什么 不就是那个谜语吗 谜语 谜语 就吵 吵到最后 我说我 猜了个啥谜语吵的 哎呀 我都忘了 猜了啥谜语了 反正就记着是个谜语 那你们今儿来干嘛呢 我又不想能够过 我觉得没啥意思 真不想过来 还是假不想 真是 真是 我还没讲完呢 没讲完 后边还有更伤心的事 讲伤心的事 就为这个谜语 我俩跑民政局一趟 差点离了婚 他追着我 就得讲清楚 本来讲不清了 他就得讲清 我都快崩溃了 我一下子把我们家 一个玻璃插机 就给周翻了 后来他一看我周翻了 他把那个家具 一巴掌就拍下了个门 我们家去 后来我说不过了 这没法过来 人家说不过就不过 人家同意了这回 平常从来他不同意 不过 这回同意了 同意了 我俩就跑民政局 去了一趟 去了民政局之后呢 看门的时候 说你们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办离婚 他说周六周日不办公 改天再来吧 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回去以后他就后悔了 我就周日东要走啊 他就追着我 后来就又没事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